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1876年间 它的创作作品是最优秀的 达到了个人创作生涯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幅画创作于1874年 现在保存在巴黎奥赛博物馆 它的风景画主要是四季的天园 湖畔 树林 小径 草丛 小屋 小桥和流水 内容始终单一不变 几乎都是某几个美丽的地方 各种角度的景色 它的绘画不仅具有稳定性和自然性 而且色彩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 也有独到之处 下一集我们来欣赏同一时期 另外一位法国印象派画家 古斯塔夫·卡耶伯特的作品 汇年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第1位法案 第1位法案 长官 颜 的